最近在上海领区的同学是不是一颗全阵的心终于落下来了 最近确实是上海领区的价值声明可能很多同学翻不下来 然后也没有什么回应 一直都非常的焦虑 包括有一个我的网友付费 向我咨询的这个事情 那现在终于说尘埃落定也可以办了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们人员内部有一些的调整 当然这个内部的这个关系是只能付费停的 免费视频里面我是没法说的 那还好说这个价值声明呢 现在是可以给大家开了一个通道了 那什么是价值声明 就是如果你想来意大利留学 那意大利的这个教育体系呢 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这种在意大利教育体系外的 这些人拿到的文凭 怎么让意大利去承认去相信呢 那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叫做价值声明的东西 它是由零食馆颁发的 然后我们就简称叫它DV 那这个DV这个东西呢 是你办理签证和你大学入学就必须要有的文件 就如果这个丢了就很麻烦 你要重新再去弄 但是你如果说你不办这个DV 就还有一种替代的方式 叫做Jimmy 就这个东西 它跟价值声明是同等的效率 包括就是昨天发的这个声明里面 也说了就是同学们也可以去办那个 但是呢我觉得吧 我作为一个就是做意大利留学 也做了一段时间的人 我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你考意大利的 比如说美术学院或者音乐学院 你最好跟你的这个目标学校确认一下 就是你拿这个Jimmy 是不是对方会承认 因为这个DV价值声明呢 是公立大学肯定承认 然后美院音乐学院也肯定承认 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东西 但是Jimmy这个东西呢 综合类大学肯定承认 但是美院和音乐学院可能会有点问题 所以我建议你们呢 去跟学校里面去确认一下 那为什么这个价值声明 它会有一些办理的这个困难呢 其实不困难 就是不过上海 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问题 去年也是有很多人 就是价值声明 这儿扳不下来 或者有一些挫折 就是一搏三折 就是最后可能结果是好的 但是中间会让大家觉得 哎呀身心疲惫 那我一直就是在我的一些视频 或者文章里面 我会跟大家说就是 意大利留学 它是分几个领区 让你去申请 提交你的这些东西 那它比较特殊的就是 比如说我在哈尔滨出生 我的户口在哈尔滨 然后我在哈尔滨上学 我后来去了北京 那其实我就整个是在北京领区 其实北京领区 是最友好包容的一个领区了 就是我是37岁 出来留的学嘛 然后就非常顺利的 把所有的材料都办下来 就是当然我是找了中介 就是我自己是没花什么心思的 但是呢 我发现有些同学 跟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他可能是哈尔滨人 然后呢 他去比如说 重庆上了一个学 上了大学 然后呢 其实这个价值声明 是要在你上学的 那个地方的领区去做的 然后你提交最后的 这个签证 这个预注册 是要回到你这个 户口所在地的这个领区 就意大利留学 一共也没有几个领区嘛 比如北京领区 重庆领区 上海领区 广州领区 就是可能 我们东三省都是在北京领区 所以有的人可能需要 就是几个城市一起跑 然后还有就是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就是南方的这些领区 就除了北京领区之外 可能 限制都会比较多啊 就是通过率 可能稍微对我们 这些大利留学的人来讲 不太友好 那有没有解决方案 有啊 有 但是就看你敢不敢 去做这个事情 就比如说你是深圳户口 你应该是广州领区 对吧 广州领区又非常的严格 那你想不出来怎么办呢 其实你得签了户口 对吧 那边户口 比如说你是河北人 然后户口是签到了 那个深圳 你可以再签回来 对不对 但是户口这个事情呢 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跟什么养老金呢 孩子上学什么的 就是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就如果说你想出来 你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包括钱 包括你的这个户口 你的 包括你的社保 就如果说你可以放弃这些 那OK 你就这样去做吧 那当然我这个留学服务里面 不包括钱户口 我只是给你思路 我不会给你提供这种 就是户口方面的服务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想法 就是可以去解决 但是你要付出代价 在这个我做留学这段时间 我也确实看到一些一难杂症 我的存在就是专门 为大家解决这些一难杂症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去发问 我选择性回答 因为很多问题 我都已经聊过了 你想就意大利留学这个事情 我都拍了几百条视频了 就连留学生怎么解决性生活 这个问题 我都已经聊过了 就一般的那种中介 做的那种号 他们都不会聊这种事情的 但是我聊过 所以可能有些问题呢 我在几年前就已经发过视频了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用关键字去搜一搜 如果实在 你有一些疑惑的困惑的焦虑的 这个事情 我是有付费咨询这个服务的 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 我会告诉你 解决不了这个钱 我是不会收的 好吧 如果大家需要这种 意大利的留学服务 包括你在留学的过程中 需要比如说催居流啊 或者班主带证明 这种事情的话 就是我也提供相应的服务 今天就到这 我是戴林 我们下个视频 快再见了 ciao ciao